这10万元以内的原油车1.5升的 那再优惠16000到23000之间 那你们觉得这个车的产品率怎么样呢 那有人说啊 说在这个三四线城市想买一款家用 或者说是在一些小地方 想买一辆轿车 开某一车拉个滴滴什么的 那我觉得这个车就特别合适 同一别的车型基本上只剩下这个爱瑞泽5了 比较热门了啊 北汽的那款车也在 但是呢相对而言没那么热门 那这款车啊 无论是在外观设计 还是在车身尺寸 还是在技术上 都要比奇瑞的那个爱瑞泽5要更先进一些 那优惠和售价跟大家聊完了 咱们就来看一下这辆车的配置怎么样 首先呢 透镜大灯 铝合金 轮圈 天窗 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在技术上呢 1.5升的自吸放动机 再配上DMA的一个平台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反正我觉得啊 这价格 配这大小再配这样式 这车还挺值得 那作为10万元以下的轿车 那大家呢 对它也不能有过高的要求 对吧 该有的配置都有 像液晶的仪表 中控大屏 带自然语音控制 带这个联网功能 是吧 还有一些第三方的APP 听歌的 娱乐的 这车都是支持 然后空调呢 这辆车是一个高配的 竟然还是自动空调 这个还是挺让我惊讶的 然后定速巡航啊 只是简单的 单纯的定速巡航 并没有上这个Adax 或者说是L1 L2级别的辅助驾驶 那这个车呢 是没有的 那我觉得 对于很多人啊 买来家用 讲个实惠的话 那这些配置啊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可有可无的 那在储物空间方面啊 这车真不小 你看在这儿 有一个储物盒 然后这儿呢 还有一个大面积的储物盒 两个杯架 然后中央辅手 这些配置都是有的 然后座椅呢 也都是皮质座椅 这个都是咱们消费者 喜欢的实大实的这些配置 所以说 在这种亲民啊 或者说是 这种配置搭配的方面 吉利地豪 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虽然是入门级的轿车 但是啊 这是一个高配车型 我发现它配置也是挺高的 在后排 这有一个灯啊 很多这种低配轿车 这灯就没有了 然后座椅是垫条的 在前面呢 还有一个按钮 能打开这个后备箱 是吧 这都算是 这级别叫说 很少见的配置 然后高配车型啊 它这个安静气囊 配的特别多 前后气链啊 包括主副驾的安静气囊 都给大家配齐了 所以说这车啊 我觉得配置已经顶天了 然后目前呢 有两万三千元的优惠啊 高配的车型 那对于这款车 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是觉得买这个 798的DMI更值呢 还是这辆啊 平平无奇 但是呢 很好开 很耐用 保养不贵 然后呢 这个是吧 油耗也不是那么高的 吉利利豪 你们觉得哪个更靠谱呢 就在评论期里 跟我留言互动吧 拜拜